一台黑色自小客车从地下道开出来要右转 没想到疑似视线死角没注意才转到一半 一名骑士遭受惊吓 连人带车摔倒路中 机车当场喷飞滑行将近一公尺多 而这名骑士翻滚了好大一圈 以为要站起来了 没想到却突然双膝跪下 努力想要站起来却又腿软跪在马路当中 手插着腰呼叫护方目击车辆帮忙 目击骑士赶紧上前追车 狂按喇叭要黑车停下来 那人被你吓到 人家倒车啊 这时黑车才放慢速度停下来 等待警方到场 一吓到出来并没有交通号制 只有地板上写了个停字 机车骑士当时疑似是骑太快 被这辆要右转的黑车吓到 急煞重摔倒地 1月2号晚上10点多 题外变道复明水门路口靠近万华果菜市场 赛姓男子驾驶的黑色自小客车 从复明路开出地下道要右转 到题外道往北方向 刚好遇上林姓男子 骑程机车沿题外变道 南往北方向行驶 疑似因为视线死角 林南急煞闪避 连人带车翻滚 重摔倒地 造成多处杀伤 对啊 他这样自摔很夸张啊 觉得他是他自己不小心啊 机车骑士重摔 原本要站起来了 却又突然腿软跪下来 伸出手大声呼叫 只是路口没有减速 闪避不及自摔 实在是太危险 正常要减速啦 因为刚好是梯置路口 焦大表示 乡行车出地下道已经减速 机车骑士疑似是骑太快 双方没有发生碰撞 乡行车有没有肇事责任 还得进一步厘清 记者杨州申 黄林哲 台北报道